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联播 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立夏 北京时间2022年5月5日 20点25分46秒 立夏 立夏在北京时间 东京120度 普及一下,所谓的北京时间 不是指北京这个城市 而且这个城市压根都不挨着 东京120度唯一穿过的城市有 长州 城区 其他的 都是郊区 所以再大 唯独长州很特别 如果长州需要做广告 请联系中华道统文化传承 账号 北京本身是 大概在东京 115度到117度多 每一度相差四分 平均来说 如果说116度算 那离120 差四分钟 差四度 再乘一个 一度四分 大概是16分钟 也就是说 所谓的北京时间 要比北京当地的实际时间要早十几分钟 所以现在人这个时间观念都搞不懂了 简单普及一下 然后 立夏 我们说 四立 八节 立春夏秋冬 八节 两种说法 其中一个就是 冬至 夏至 春分秋分 还有一个就是 一些什么上元节 清明节 端午节 以及初夕冬至 等等 其中也包括立夏 所以不管哪一样 这个立夏都在其中 可见这个立夏的重要性 我们说了人间是阳间 这个夏天呢 我今天没有找 就是刚好 是钱挂 就是全部阳满的时候 这个时候 的开始 所以 各个角度说 这个日子都非常重要 自古 尤其也是 皇帝穿着红衣 天际 夏天煮火 红色 我们知道的神明 有朱镕等 什么 贡公啊 什么玄冥啊 这都是水神 但是相对来讲 这个火 这个朱镕更有名气 甚至甚至胜过 这个东方的 高盲 西方的 入收 等等 西方 文明 也是 以这个 所谓 潘多拉的盒子呀 这个 普罗米修斯的火种啊 这个火的文明 人类会用火 就说明它的重要性 人间相对的阳 这个 夏天 往往人 这个身体 状况 还是比较好的时候 应该人 这个天冷的时候 体弱 多病的 去世 大多数在这个时候 多 而且夏天 立下的时候 讲究吃鸡蛋 这个也是文扬的 讲一个习俗 就是 撞蛋 前面记得 还有春分 立蛋 立起来 然后慢慢 鸡蛋壳变硬了 就要撞 可以撞了 撞碎了 不浪费 接着吃了 这个 最后一个 就是鸡蛋王 这是比较有意思的 一个 还有简单说一下 它的三个 气候 午后 第一是 锅锅叫 第二是 蚯蚓出来 第三是 王八生 就是这个 因为现在人 即使农村的 很少住